谁我爹 就用这样 我就这样了 我一直说也这样 一直说也这样 人活着有句话吗 好子不如赖活着了 还得好好活着 是吧 哈哈眼前这倔强的大爷 属实是个高手 溜了一笔 生病不吃药 不看病就是硬炕 不是没有钱就是贼汇过 今天他碰见了 也是咱那节目里 神一般的女汉子大吗 相亲次数不下五六回来 来到相亲战场 纯纯就是木慧英挂帅 看你不愤 就是对异点不留面的 请你找下一个大姐吧 亲爱的白白 不是 你打电话你说啥 他1420拿出1500给我 我的拿1500 我俩跟一块生活 这是咱俩的生活费 我跟他撤离个冷的 你等会儿 你出来 姐就是女王自信方光芒 有钱了不起姐也很自强 杨云平69岁丧偶 退休金三个钱 唐春是一套86平两居室 老伴去世后 如今他也单身几年了 现在只想找个农村老头 去过田园生活 羊点鸡鸭鹅牛羊 再创个小辉煌 这次大妈是有辈而来 点名找这个大爷 就说实话 我就笨着这个 习连发 老习头 你相当他啥的呀 我也瞅这人吧 首先我个 我这说话唠嗑 找老伴呢 玩的还挺大度的 习大爷也上过一次咱节目 被杨大妈一眼相中 他家这条件 家大爷大房子大 挣点钱全都盖房子了 坑子坑次盖了四趟小平房 整得咱红娘也是一愣一愣逼 后边还有 后边还有一趟房 那也林道 就除了这三间 后边那趟房也是咱家 那你就不相当于 一排 两排 三排 前后四排房都咱家 对 老爷那机具都投入到这了 大爷把机具都砸在房子上了 想着每两年就赶上房子洞签 也能包给不少房子和红票票 自己也能住上城里的高楼 而且还能给子女留下一笔 但是这房子已经盖了四五年了 洞签的事宜也没有洞签了 没想到累得腿还不听使唤 大哥 我能问问吗 腿咋回事啊 腿就这样 也一说是我 我不承认 大哥 谁说 是大夫说是脑血栓的 你不承认 我不承认 大哥 咱有病得听大夫的 大夫说是脑血栓 脑血栓他这个晚上 你看他说话舌头都不直嘛 对不对 那你就一次放一次中一次 大爷的嘴是真硬啊 身体哪都不承认的时候 就嘴巴是邦邦硬 因为这个毛病导致上次的相亲失败了 没想到这次节目已经过去一年之久了 居然被杨大妈给翻出来了 点名道姓要见这个习大爷 但红娘来之前给大爷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于是急性子的杨大妈和红娘 就直接杀到习大爷家了 到门口了红娘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毕竟距离上次见面已经是一年前的了 如今电话咋都打不通 也联系不上不知道是不是 脑穴栓发作给老头整凉凉了 红娘敲门进去的时候 内心也是挺害怕的 家里有人吗 家里有人吗 马 锁门了 这衣服是马要害羞的呢 看到院子里搭着衣服 红娘的心放下了一半 说明老头还在住着没有凉 但老头这是又跑哪里去了 大门也没锁 应该没走远吧 于是红娘就带着屯子里的邻居询问 得知大爷没事就爱溜了碗 红娘经过一番折腾后 总算找到了老头 不过再见到大爷后 明显感觉到 她的腿脚大不如一年前的 大姐过来来 再头来吧 往门口这块咱走的吧 大姐你看 反正刚才我问他兄弟了 说的意思说的 好像就一直脚啊走路啊 还是能看得出来 坐在那老门鸡 改了改不了 你真是得的脑血酸是吧 我感觉咱感觉比去年严重了 你信吗 你信严重了 你今天没上医院去住院去啊 没有不住了 晚上 不住了呀 死了老头 我这个心情好多老 左脚划拳右脚鸡 一毁比六一毁化七 明显是病又严重了 不过老席头就是大绝种一个 宁愿硬抗也不吃药治病 那照这个情况再发展的话 不很快就玩犊子了吗 杨大妈看到老头的腿这个样子 也多少是有点后悔了呀 腿比去年严重多了 去年我一瞅 我说这腿也没上吗 就是那么细瞅 这腿不细瞅 今年这一出场 那腿就绕了不动 大姐这话里的意思 是犹豫了还是 那我我对他这个腿这个 去年没这么严重 我瞅得还行啊 你是知道他这个 吃药医症的 他只会严重 他不会越来越越好的呀 那他要是用药的话 干啥的话 他应该控制呢 因为他不严重 应该控制的那个水平 他现在这腿怎么 你没看大哥吗 之前去年我来的时候 大哥还说呢 每年的时候秋天都住院 去复杀复杀或者是用药 最后一年就不去了 他的思想背个完太严重 隔水身上多少都隔音啊 毕竟这也不是个小问题 该治疗还是要好好配合 医生治病呀 上岁数了都不能再硬抗硬挺了 也不是没那个条件闺女儿 都孝顺 去年闺女还陪着他 住院伺候习大爷呢 没想到才一年光景 咋就变成这样了 接下来一些大爷就开始 他的摆烂模式了 我活到时候该死就死 该活一活 那你这种想法呢 啥是脏腿 玩活的 就这个意思 你这还这么酱呢 就是都已经 你说有大姐相中你 然后就觉得 觉得你的病不是问题 隔天过日子还不如隔音过来 当然一出场我一看 和那个镜头出现的老鞋头不一样的 这腿严重到这个水平了 你从去年到现在 上不上个医院看看 不去医院也没去 那这一年都不去医院了 那你这不打我了 你连正常的复查你都没去 打我抓了不过了 哎呀我这个去你大呀 还是你大呀 我行我父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阎王让我三更死 我活不过五更 活得随心所欲一点更洒脱 脑血栓只感冒药你是真心 子女也不是不惯她 可她就是不听 整得咱红娘和大妈都无语了帖子 吃药就吃一个感冒药 妈能行 吃啥药 感冒药 妈这感冒药 高血压药 脑血酸你哪能吃感冒药 你这个不是说就是高血压的吗 对对对对 那也不知道那也不吃 那我儿子买也不吃 许克颅丁片儿儿子给你买的 就专门是治 B4综合症 血栓性静脉炎 毛细血管出血 你就专门治你这病的 你不吃 嗯 完就为了就吃了加拿药 就吃了也完事了 你想这一年不吃药 不啥都不扯大 你这脑有酸 这病你就断不了药 不吃没用 不吃没用 不知道大爷是不是活得太通透了 不服就甘生死看淡了 但是不吃药不看医生 身体咋能好的 人家都是年纪越大越西密 越不想走的 早又是吃饱件品啥了 你这可倒好连医嘱都不听 有病了也不治疗 也不注意身体 这对你自己也不负责 也让孩子们伤心 这不脑的用 让我吃 喝的盐儿 谁给你买的 归宁买的 就公公爹给你买合的盐儿 儿子给你买药 就是都是为了 让你身体能好点 咋就这么倔呢 这就是肝儿 对我的一样 就这么这样 我就这样了 每次我也这样 治我也这样 我就这样 花钱钱的用 好钱我现在 闻闻医院的用 西大爷已经自暴自信一年 滚了 但这本身也不是啥 特别严重的病 硬是被他自己 拖得大不如前 原本头次发病时 闺女辞职 专心看护他 但是他的倦 老头不听子女的话 买药也不吃草 闹着要出院 无奈现在女儿 也出去上班 挣钱养家了 他日常吃饭 家务都成了问题 老头也越来越不自信 不想拖累子女 习大爷现在就是躺平状态 觉得既然得了病就是不好了 但是可以控制他不发展 保持良好的生活 习惯加上药物治疗 这种病还是可以干预控制的 但习大爷自从生病后 生活态度就一直悲观 尽管杨大妈对他一开始很有好感 就是奔着和他过日子来的 但如今到这里看到老头这番模样 还死鸭子嘴硬不听劝阻 只能选择和他说撒油辣辣了 但临走前好心肠的杨大妈 还是和红娘一起又劝了一下老头 人活的有句话吗 好子不如赖活的 他得好好活的 是吧 咱们就朋友 认识了 欠力给拿 你要是咋呢 落磕 我叫妈妈 咱俩好好落了 我开着开着 有个电话 啊 刘哥 听人劝吃饱饭 一个人说你错 两个人说你错 一百个人都说你错 你还不反省一下吗 你还不到七十岁呢 别每天都这么一摸 还是要积极向上乐观一点 希望大爷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别让你的亲人和子女伤心 好了今天的相亲都更新到这里了 大家对此有啥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交流 感谢老铁们的点赞和关注 咱们下棋不见不散了 咱们下棋不见不散了